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 來探討一些近日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和一些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希望為香港能夠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而不是我們 希望跟大家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了 其實我們希望深入些 去討論一下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最好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可以做得 以及可以解決得到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或者是特首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自己會怎樣做呢 好了 我們今天講這個題目 最近才出現了 我們才知道 戈爾最近被諾貝爾 向民主黨取败了一個和平獎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戈爾最近做過什麼事 最主要的是 他拍了一套電影 稱為什麼呢 绝望真相,我们不是说译得不是那么好,应该不是那么好意思 他英文叫Inconvenient True,就是广东中文翻译到绝望真相 其实最简单的信息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这个危机其实是,如果我们不及时去做一些事情,很可能地球的灾难是不能够阻止的,不能够倒转的 如果我们不做,就很可能是想做都做不切的 好了,由这里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各位,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这方面的危机 你觉得我们人类呢,会不会有能力呢?是真的及时可以醒觉做一些事情的? 我的看法呢,如果你看回人类历史呢,都很多帝国呢 其实整个问题,我们全球迫在眉睫这个暖化问题,最终是什么呢? 能源问题而已,全部都是能源问题而已 因为我们在经济推动,需要很强大的能源去推动 所以引致到,因为我们燃烧那么多石油啊,煤啊那些 去引致到那么多二氧化碳排放嘛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你看回人类历史,很多时候都是,帝国因为它灭亡,是因为它的能源耗尽,而引致灭亡的嘛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去到21世纪呢 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教训,人类 我就比较有信心一点 那为什么呢?譬如,我们说要讲这个题的时候呢 我都在想,讲些什么呢? 那我走一下,通常去到那些暴摊看什么看 咦?给我看的? 其实我是很喜欢看的那本书,就是《国家地理雜誌》 我过往很喜欢看的,因为它里面的图片啊,图片故事啊,专题报道啊,是很棒的 那在这里介绍一下,《国家地理雜誌》就是,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的 那它这个是一个非牟利组织来的 那它是专是,即是它有个mission的哦 是,它的mission呢,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为促进与普及地理知识 那就是,它在1888年成立了 1888年,很久了 那这个学会已经赞助了超过7000个的所有这些探索啊,研究啊,科研计划的 那它是促进人类对大地啊,海洋与天空的知识的 那一拿起,咦? 大那个封面故事呢,我就没看到 我看那个小的哦,它说,怎么样呢? 附赠哦,温室效应以气候变迁的主题地图 哦,整个地图的,是啊 那真的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的听众啊,和支持,和外大电台 就是香港电台,和Better Hong Kong 都知道我们的风格 每逢我们发挥到一些好东西,或者好的书啊 我们都会介绍一些,有啟发性的资料 是的,都会介绍给一些忠实的,和爱戴我们的朋友 那这一期是值得去买的,十月,十月最新的 国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在什么地方买得到呢? 七十一啦,所有布滩应该有的了 布滩一般都会有的? 是的,这个是中文版 中文版来的,十月份的 十月份的,最新的 封面是什么的? 它说,封面是怎么样的? 有时会买错了 一枝宿米 宿米,OK,大家很容易找到 你看到一枝宿米的版 是对的,不会买到第二个月 十月号 它附赠那幅地图,是说了整个地球的温室问题 和所有数据 所有数据 和气候变迁 整个地球的 气候变迁是用了 Graphic, Curve 都说了 这个值得大家去 或者你去图书馆都有的 国家地理雜誌一定有的 中英文版都有的 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他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好像那出电影里面所说的 这个问题是否这么严重呢? 我就去看过 就是 如果看过成本雜誌 那个专题 和这张地图 那 他所说的是 国家地理雜誌和这个学会 是很多科学家 和很多 探索 去研究的 他得出的结论是 其实和《绝望真相》所说 是 我想都没有太大分别 因为我感觉呢 我看回这个地图 这幅圈 其实呢 那出电影里面用的圈 和这个很相似 是啊 譬如你去到最后那里 他前天那条线是直战上升的 和过去那段短的时间是相差很远的 即是这个海平面 他说 他在南极 抽冰原的核心 他可以查到碳的含量 他就得出的结论就是 二氧化碳的浓度越高 那海平面 即是那个大气里面的 二氧化碳含量越高 那海平面就会越高 那海平面就会越高 OK 因为很有趣的 原来在英国 英国最近发生一件事 因为《绝望真相》 这一部电影和他的书 其实中文书我们也有的 他就在学校里面 可能想做一个 推广的环境教育 原来野气很有趣 有很多人就开始挑战他里面的资料 即是说他的资料到底是否熟实 我觉得一般来说 学校里面有很多书 其实我经常说科学的东西 不断被推翻 没有人能够说我这本书是100%的真实真理 但这件事在英国发展 直接要去英国的高院審查 发生什么事 他当时要为了一本书 是的 因为要当是教材 要推广 但是很多先生 看过就认为他是错的 很多资料 拿了资料去法庭 法庭的判决 就是有九大难以忽视的错误 即是很离谱的 说他这本书和这本书都是言歌 其实是危言耸听 或者是危言耸听 所以判了他是这样 相信就不会监人看 即是不会做教材 即是因为这样 你喜欢看 因为很多这些科学 因为始终 他说你不是太真正确 即是有些科学家这样看 但有些科学家可能不是这样看 即是未有统一定论 但他里面有些 比如说浸死了很多北極熊 但就说 其实是试过一次打风 浸死了四隻 跟这个水液升了 暖化没有什么关系 即是他的例子 很多都是 根据这样来说 其中一个就是说 水位升 这个水位升 也不单止是他那里 其实很多外面 譬如我都知道 在报纸上 也都报道过 譬如在曼谷 曼谷 曼谷都会说 他们会很快 是会浸 整个城市会浸 那就是说 是说 几十年的时间 那好了 看一份 这个报纸小小的报道 我看到 他说 这个水位上升 要降到这么严重 他是要降到 一千年的时候 有很多人 就是质疑 他里面的资料 是真实 真确性 但是你看看 出气里面 他也有分析 他说 今时今晚 在科学界 大家对地球暖化 这个问题 差不多都是有共识 都知道是正在发生的 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 我当时在绿色力量里面 我亦都遇到一位 我估计一位 是科研的人 他当时也说 其实地球的温度 其实是没有什么 真真正正正 就是整体性上升 有些地方高 有些地方低 这个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十几年前 他说的 在那一部电影里 歌尔也有提及 他说 过去有人都很质疑 对地球是否暖化 他说到今时今日 没有什么人 有意义 但是他很有趣 他说 但在一般的大众传媒 就不是的 一些又是 有些又不是 好了 我常常都知道 大众传媒 企图经常说 什么 平衡报道 你说什么都好 他当然一般说是不是的 OK 其实那次 BBC 不是做了一年多集 四集 在明珠台播 是 那里都看见了 那些传媒 怎样去 政府怎样去 扭曲 把那些报告 把那些报告 就是说了 那里 是 还有呢 今期 郭嘉迪李雜誌 他有个数据 是 他说 在工业革命那时候 就是在工业革命那时候 就是在工业革命那时候 那个大器的二氧化碳含量 是百万份计的 是 1860年的 他这里说 是当时是百万份计 二百八十 去到现在呢 就去到380了 280 去到380 去到今天为止 是380 由280升到380 是 由一百百多年 原来他这里有一段 就是 我专题报道有一段 说 那他说 科学界 其实 怎样去到 为止一个临界点 就会崩溃了 是的 是的 但是 其实 大家都有个共识 他这里说 是大约去到 多少时间 就是 他这里这么说 他说 我们如果聪明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百万份之四点五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一个临界点 4.5 是的 科学家相信 超过了解一个临界点 未来几个世纪 将可能面临 格陵兰与西南极州的 冰会溶化 以及随后的海平面的显著上升 他说 这个是 百万份之四百五十 是 差不多科学界大家的认同 还有 现在的 四百五十 百万份之四百五十 现在已经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 每一年 是以两个 两个 百万份之二的速度增长 OK 二 OK 好了 又 公义革命的时候 一八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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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现在2025年 六年 那 liriaaaaa 已经到三八八十 到四百五十 vam 差不多了吧 即是地球的面貌突然會有大幅度改變 根據雜誌的分析,很多科學家都認同這個 是呀 始終很有趣,一本書一本書,一本書,做教材書 我相信我們小時候讀書,很多書都會做教材,有些人不會做 我覺得會不會搞到要去法庭,我覺得這種反應很奇怪 我再要補充一下,這個數據其實是很保守的 還未計算中國和印度的高速發展的因子 你還要計算增長和利息是複息 即是會超出百分之二 如果你當作2%,360%至450% 那也許多元 我們姑且不要說到多少事發生 因為其他在報章也有說的 在曼谷的泰國本身的科學家都這麼說 我希望那個水位真的會高到整個城市浸了 我自己都特地去那個地方 去曼谷的那個微南河 我都說這些旅遊,每個人都去一去 我特地去看一看 真的很短 不是很多尺 尺領 尺領兩尺左右 總之是比我們一般看得到的 即是在香港看的都挺高的 至少十幾二十、三十尺都有 看那個潮水 但是你看到曼谷 真的覺得它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已經過了 好了,我有一個朋友在曼谷 就是一些美國兒子來的 在曼谷退休 你知道很多美國人都去那邊退休 他說曼谷經常都是水泡 一帶親雨就死了 坐巴士又整天都要降水 這個說法 不要只說過意 曼谷自己 就是泰國自己的 政府裏面的科學家 都有這樣說 他說 我們要開始做些事情 要建堤壩 所以不然一站起來 整個城市都沒有了 好了,問題就是這樣 他們這樣分析 到某個時間 從後來 那麗北川的小雪島 還有那些 有幾個大冰會全部融化 當然 其實很容易要計算 這個冰的面積多少 你會看看 我相信大家可以為大家會知道 路出海平面多少 就會計算 有300尺 你不是300尺 你把海洋面积放在海洋面积 海洋面积有多少 那便很容易计算到会不会升多少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小学生都懂得计算出来 是否可不可能呢 我自己未去过 我没有拿过地图去画画 看看到底是否会发生 但最后又是什么时候发生 我便觉得为何一个这样出戏 让海洋面积会给人看 会引起这么大的 其实真的很怪 你有看过我没有 他有些基本错误 公司认为你不应该给一些错误的观念 给学生 所以又不是禁锁 我认为定性是九大错误 想公園 刚刚讲笑 那你就不要用了 为什么要这么强烈的反应 那你当然可以用 可以继续用的 不过他只是用那个国家去判断 那样东西 有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其中一个错误 他说二氧化碳上升 引致气温上升 出气里面 这么说 是呀是呀 因为近年的污染 但是那个国家 问的科学家 他说刚刚调转的 是因为气温上升了 已经上升了两百年了 两百年来 是一直上升的 由因为气温上升 引致二氧化碳上升 是反转的 即是出气就告诉别人 我们排放那么多东西 就引致气温上升 但这件事是基本贸用 是反转的 原来是因为气温上升 所以引致氧化碳上升 那你是不是应该 给个正确的说法 给这些学生 科学家为何分别那么大 究竟没有统一的见解 那就是很明显 很多东西 所谓科学科学的 不是我们以为 那么黑白分明的科学 这个大家都一向都是这样 很多医学上的知识 大家都知道 医学上的知识 可以说 不知五言左右 一半是会被证实错 还要看看谁磅水 是的 我们没有说到这件事 大家想起来 如果你再说真一点的时候 我们学校里面 不应该教宗教 那有什么科学根据神存在呢 如果你要这样去争论的时候 任何学校说真宗教 都是没有科学的 我们根本是要法庭禁止 我觉得很奇怪 那些学校用这些书 用这些教材 要上到法庭 背后是什么人搞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还有BBC那几集 都是许望真相所说的那些 那些计划 应该禁止了他的计划 对不对 我会这样的质疑 我觉得背后不是一个科学的争论 很明显 这件事要问问黄卿 那些科学家没有那么有空上去 当然是有人帮他才上去 对不对 不知道英国 整件事是怎么开始 你经常打工伤 一边叫医生来 这个说他过几年好 那个说他一世都不能动 你陪伴是不同的 那两个都是医学专家 可以完全不同的 譬如像这件事 是不是学校请的 不不不不不 是一些先生 校长 觉得不应该 你的讯息错误 因为你没有的 其实你有看过整件事 拿了诺贝尔什么奖 接着那部电影是全球 好像是很重要的电影 大家都要看 整个一世都是这样 但比如那些普通的先生教师 他已经发觉原来有很多错误 基本错误 那是不是应该说一声 给那些学生帝 现在他 其实法庭没有说他对或错误 指出有九大谋用 听过这么多一言 那就是他继续可以 继续可以用的 你喜欢就用 就是言论自由 但问题就是加警告字眼 有些科学家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 如果你要用的话 这样也公平 其实很多东西都 如果你这么说 很多教科书都不能用 大尔文的进化论 也有很多破绽 那你根本就不应该提 你先说完那些破绽 背后的动机 当然不是科学的动机 一听就知道背后的经济动机 谁在搞这些愚蠢的 告上法庭为本书为出气 就是说科学 医疗的科学 有这么多问题 有没有人去告 证实到全世界 死在最多人 死在西伊手上 有没有人去法庭去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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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牙法庭 告现在医学界是全球贸杀人 海牙法庭去告 大佬 一听这些报道 知道背后有什么鬼人搞 搞 搞什么 其实 如果有看BBC那几集 已经说了那些记忆 大家真的去看看 好了 很明显 有些人 不要说攻击出气的资料 我相信 国家地理雜誌 性望最高 除了时代雜誌 生活雜誌 我都不记得一生活雜誌 藏母 国家地理雜誌 我想是全球最多人看的 就是 就是 很有 就是 我觉得讲科学 有很多很权威的资料 如果出去看之后 你会看到的 虽然大家不是科学家 我刚才所说的 很简单 找学生去做实验 拿着地球 做个Greed 量一量 Green Island有多少 大家知道有三百多尺的冰 这三百多尺的冰 融掉之后 那水位是否将它高了多少呢 可能只高一尺两尺 融掉都是这么多 立即就破了它 不简单 但我觉得 为什么会上到法庭 我才知道 这件事当然不是关于科学 世界上很多不科学的东西 在学校里面不断讨论 哪个宗教可以证实任何神存在呢 所有有宗教讯息的学校都应该禁止 而且呢 他一公布 拿了诺贝尔 就是 哥尔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后 就好像 就是 大把他的 一周一周看的 一周看的 是啊 又说他住别墅 超过一般美国人20倍 又会用苹果电脑 都不行的 苹果电脑都说 就是 有毒 耗费能源 那麽多东西 都会这样的 我都不太明白 是的 真的很有趣 突然之间 人生故事 即是说 環保应该是怎样呢 就是住在深沙 你知道他在这儿 《绝望真相》 用很多 PowerPoint做Presentation 是吧 即是不要用咯 以及又拍他坐大房车 以及又坐飞机 记不记得 那套电影是这样的 即是这样都被人坐的 即是 我记得有一次在 就是在报章上 立到 有些人说 我们大家要收身 收身齐家 自觉同天下 收身 那麽 那麽他就说 在泰国很多的语言 就是很多 很多情苦 那麽他就说 应该就检讨一下 即是应该这个语言 不应该有这些 即作为一个榜样 不应该有情苦 那麽 那麽 那麽有人做了調查 如果是这样 80%的语言 就不会在了 即是聖人治国 是吧 聖人治国 那麽政府 同你自己个人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 根本是 没有一个绝对的关系的 譬如我这样 我可以最多 我最多控制 我不喜欢那些女孩 我不可以控制那些女孩 不喜欢我 哈哈哈 下次放这张照片 给别人看 哈哈哈 引起别人好奇 你这样 哇 那麽 哈哈哈 哈哈哈 那麽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 可以抑制的 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即是 我们看到 这些反应 立刻向她的攻击 说她的家里 就浪费电 用她自己都不盲保 那些攻击挺有趣的 我们下一节 我等我介绍 下一节 好 下一节 你先说完 是的 是的 即是 即是她的信息 是否真 是否正确 那麽我觉得 应该是 跟她那个 即是私下怎样做 我觉得应该分开 是吧 即是如果 那些人说的是真理 但她自己 亦都 她没有去做 那麽是否等于 证实的真理 不是真理呢 即是不能这样说 是吧 即是她有些fax 给你 那你evaluate 那些资料 那些数据 那是真的 那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 其实可以分开来看 你不能怪 这个人不是真的 所以她说的一定不是真的 不是 我要回应你这样 即是等于有些人 即是 有些人说 不行的 我一定要神 直接去 拯救我 那麽 那麽有故事 那麽 那麽就是 朕死 那麽有人救他 那麽不行 我要直接神救他 那麽 朕死了 那麽 那麽 神為什麽你不直接來救我 我派了很多人救你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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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意思就是這樣 是吧 是 即是要 即是 那麽 即是 那麽 即是 那麽才成立 那麽怎麽可以 那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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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真的有危機 即是 我當它 我人類真的有危機 我可以想想 大家想想 我們人類有沒有辦法 真是避免的 即是 如果遇到危機的話 OK 有些人選擇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那麽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麽繁忙的時候 其實 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那麽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 這裏這裏 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 家裏 就每一日 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了 好 我們回來繼續 黃岩宜華 我知道 傳媒外 有很多 說回他 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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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麽的問題 有什麽的問題 有什麽質疑他 被人給了諾貝爾獎 你當然是很厲害 但是他做了什麽呢 當然他爭了環保 其實這麽多年來 很多人在做環保 他最聰明就是拍了電影 還有他搞了一個 Live Earth的演唱會環球 都是推從環保 其實數來數來就是這兩樣東西 就是 那個全球暖化 針對 是是是 就是環保全球暖化 這個演唱會 全球周圍有的 有很多巨星去做 推廣了這個訊息 但是就是做了這兩樣東西 為什麽都可以拿到一個 六比獎呢 其實這件事已經被人質疑 而他這個演唱會 就說他最少排放了七萬四千噸 這個二氧化碳 就是一個英國人平均 一年排放的三千倍 就是因爲這樣 整班搖緊我巨星飛來飛去 飛了三十五萬公里 那當然你要搞這些是要的 我其實很多時候有質疑 我以前看環保署的報告 他用一些很便宜的紙 這樣的 早年那些 後來 政府部門大了之後 那些報告一流我印到 很漂亮的 但我就說 那就是環保嗎 我還有環保組織那些 那些宣傳品都印得很漂亮 那些全部是對的 都不適合數 我覺得破壞地球都印得很漂亮 但是他們就是做的 就是這樣做 那這些 質疑到你 其實是項目 我覺得是項目 應該是樸素一點 既然你搞環保 你自己搞得這麼luxury 那些豪宅用電 是美國家庭的二十倍 經常做燈不關 被人按住 生活渴望 那就是 身家暴障 即是他開始搞環保之後 他參選前 原來他的身家 是八十萬美金 即是五六百萬港幣 哇 那香港人 香港好多些人 好多 即是租還上班的 都已經多過他 沒有在在 每個人都多過他 沒有沒有 八十萬美金 好少 沒有沒有 那 就 現在 有一億身家 有些事情要看 一億出現都不太多 那又這麼短時間 幾年而已 你多少可以 那時候 那窮政客 現在搞了 但他家有錢的 他家有家底的 不是他自己的身家 會不會 他老爸說 我給你 不是 他開了一間 投資公司 跟前高盛的前高層 一起開一間投資公司 做一些可持續發展企業 即是和環保有關 環保顧問 環保科技 其實是很大的生意 如果你要搞環保 搞得好 是很貴的 要請很多專家 其實你這個 是新型行業 所以 阿波爾總統 搞環保 就不只救地球 亦都令到自己自負 亦有人說 排放污染 那個京都條約 美國還不肯簽 當年 有人要求放在 總統不簽 要求放在國會 他是國會議長 他是拒絕的 他當時拒絕 是屈服於大資本家的壓力 就不做這個 他當時是 他是副總統的時候 憲制上 副總統就是國會議長 他沒有投票權 但當參議院 五十五十 一天是一百個州 五十五十五十 五十個州 五十個州 每週兩票 如果票數為五十五十 他就可以投一票 他是主席 主持會議 那當時他是反對 是 跟了政府的拉 做半種行為 不肯放在議程上 所以美國的告會 沒有機會通過 現在 在政壇下來了 就是正義 當時也不是很正義 一樣是幫資本家做事 當然還有些說法 他又喜歡吃肉 根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 原來肉食這個行業 導致全球溫暖的重要因素 這本書很簡單 Dive for New America 那本書很詳細 很詳細 那數據在這裏 他說肉食的生產 令到失溫排放最多了18% 過去那段時間 比汽車引致多 原來汽車多了4.5% 因為吃肉是這麼嚴重的 在這些方面 他都被批評 可以說是個人的小事 很偉大 講完譜 不過我覺得 始終是靜下 他做的整件事 包裝成怎樣都好 因為你看到 羅貝和榮獎 近年給的人 都沒有誰是好人 給金大宗 給安南 給卡特 國際原子力機構 給萬加拉銀行行長 給阿拉法 那不是好人 不是 不是那麼正 被人質疑 其實羅貝和榮獎 意義已經不是很偉大 好像沒有人可以給 結果就給了他 除了德蘭修女 近年 眾望所歸 昂山素姬也要拿過 昂山素姬也要拿過 他有一個訊息 他是看回當年 那個時候 替造和平的 那些 有一年給國際特社會 類似 這樣比較有意思 還有沒有國際醫生 今年你給了一個政客 和政客 又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為大家做的 雖然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 捧到那麼高 整件事就令到很多人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 在努力 為世界在做事 沒有人理會他 但是這個人搞這種事 而且 如果你掘了那麼多古怪的東西 背後 你難免懷疑他做的東西 是有些包裝性 難免 有權質疑 照我 知道的資料 其實環保的關注活動 其實他從大學 年輕的時候已經一直這樣做 他又擺在他和布柱爭的政綱 那裡 因為他擺在那裡 稍為失了一些 捕收資本家的票 所以令到他做不到總統 可以這樣看 不是忽然環保的 一直都是這樣 這是他的一種特色 還有他卸任做美國副總統 他曾經說過一番話 他說反而他做副總統 是完全做不到的事 他自己都說的 我也是的 你老闆說不要做 你就叫下屬去做 你想想一下 那就馬上解僱了 反而他現在 其實說真的 他又沒有必要這樣做 對不對 我就覺得 他只是一個icon 去提醒全人類 不重要 就算他人 我們又不是找聖人 如果找聖人 我想都沒有什麼 除了耶穌之外 除了一位 某幾個之外 就算 以Better Hong Kong的宗旨 在座我們都不是聖人 不是聖人才能做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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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的看法 只需要他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 正如國家地理雜誌今期都有說 他這也有這麼說 就是我總結 我想讀出來大家聽一下 都幾好 他說 最後全球暖法代表 我們人類至今所面臨過的最大考驗 我們已經準備好進行 大幅且長期的改變 為後代子孫獲各種生命提供一個可行的未來 如果我們已有所準備的 那些新的技術和新的習慣 是帶來了一些希望 但唯有我們斷言且迅速地採取行動 而且表現出身為一個社會 或物種所罕見的成熟到時 才有成功的機會 這是我們展現成熟的時刻 而且沒有什麼確定性或保證 只有一線機會之槍 雖然他關閉得很快 但微開的幅度仍然足以透進一些希望 這就是一個總結 好了 那大家想想 我有一個看法 如果你說和平獎 比政治家 其實這個時刻 起碼有兩個人應該比他更好的 即是值得的 有一個我個人認為是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也好像拿過 提名過 很大壓力之下當然不可以拿 提名過 如果你這樣說 我也認同 達賴喇嘛 是值得我的 他到現在都說 是要和平的 解決西藏民是和平的 這個是其中之一 當然 很有爭議 在中國人裏面 但我覺得這個 有機會我們講 另外一個就是烏克蘭總統 尤仙科夫 被人落毒的那個 那個都是做了很多事情 他是爭取民主 在政治家來說 在近年 起碼有這幾個人 都是說應該是值得的 但都是一個政治理由 世界都不會公平的 我覺得諾貝爾過去 很多時候做的事情 都是因為他們看到 地球是面臨一個問題 一個危機 那麼他們就希望 將這個焦點放進去 例如好像那個 Bangardash那位銀行家 是窮人的銀行家 始終那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貧富的問題 貧富如說的問題 窮人這個問題 是真的越來越嚴重 我想諾貝爾那些 選擇的損位的人 都會這樣看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大家應該關注的 找一個焦點 就將他的獎 放進焦點裡 你說貧富是否 是否跑出氣 他自己人也不是 真的說 好像我們台灣 香港那個 勾幾服 他真的 零消耗 幾十元一年 零消耗 幾十元一年 的生活 他當然不是這樣的人 我也看到 剛才王岩言所說 其實分別就是 一個是說西藏 一個是說歐洲一個國家 但這個是一個可以說 可以影響全球的 那我說 究竟是否真的會發生 或者是否真的會發生 沒有人可以說得到 始終很多科學家 都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危機 還有我們只是有一個 一線希望 一個window 一個很窄的 快要收勢 快要收勢 好了 很多人開始叫貝爾 你要參選做總統 我聽到 我看網上 美國的新聞 都有經常這樣說 當時他獲獎後 在加州 有一個派對 最後派對的人 都叫做 RUN L RUN 有時候去參選 當然 到目前為止 他都沒有作出任何的決定 我相信 他也不知道自己會 拿到這個和平獎 到底他會不會參選呢 好了 很有趣 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去參選 而拿成為美國總統 這樣就是做了事情 這樣就是 真正的考驗 真正的考驗 我覺得不是做不做了事情 我真正的考驗 到時候 你最初你說 我都可以諒解一下 你老闆不肯 你死都要跟他作對 這是很難做的 好了 我現在 我當他 我現在被你做了總統的時候 我就真的考驗你了 那考驗很厲害 不是只是說 你會不會推動這件事 他考驗就是這樣 我經常就衡量 你看出去都很清楚 地球和經濟 他經常覺得 兩者只能夠拿一個 好了 這個考驗就是這樣 到你有能力去搞這個秤的時候 你敢不敢呢 是搞好地球 而不理經濟 而美國人的可能 經濟的成長會減低 這就是真的考驗 其實 你要試金石 當他成為美國總統 你看他做什麼 這就是真正的事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可能 他根本不可能選到 在美國的政治裏面 在這次的氣氛之下 在現在的氣氛之下 因為他之前 是人民決定 美國誰做總統 不是人民決定 第一 我看看他 他會不會答應 第一 他還未答應 我感覺 如果那些人 真的 那個形勢 很厲害 每個人都說 要抓他 要禁他做總統 你不做不行 你上次已經壞了 你不去 官司 你不去 繼續去爭取 很多人都失望了 如果這次有一群人 擁護他的人 要他去做 這個真的很有趣 如果他不做 你怎樣分析 如果他不做 他可能知道 他做了之後 反而做不到 他可能做不到 他可能做不到 他可能被人暗殺了 一上去 他可能被人生死了 可能他心知肚明 他不敢想 他可能被人打了 去做 如果被人丟上去做 我們就去看他 即是大家去看他 有多少價值 有多少吉士 真的可以看到 至少可以先簽到京都條約 總統簽就是可以的 各會也不用問 行政權 站起来,做些小动作都可以,每一次过去到尽,被人打下来 你真的可以这样去看他,如果他不做,他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如果他不做,他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不是领袖组岛 这就是一向我们香港很大胆,普通人 他说我不做,为什么我不做,因为我上去都没用 给你权力了,因为很快就被人打下来 这个对香港人,对全世界人,就是一个敲醒的人 不要经常想要什么选举,选什么人去,救什么,救什么,你自己救自己 但是经常放在我面前,你直接说,要是救地球,要是救经济 我可不可以两样都够呢?第三条路,又有救地球,又救到经济 我要用向我回应一下,可不可以先 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如何?有没有跟进的答案?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整个热氧化态的问题,其实是能源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些很干净的能源,那就全部都解决了 我们已经缺了石油公司了 好,他这一篇专题报道有说的,他说 没有一种神奇的燃料作物,能在解决人类的能源苦痛之余,又不危害到环境 几乎每位研究者的问题的科学家都这魔术 啊 暂时来说,起码在雜誌认识数学家的科学家里 他认为每一种能源都有代价 没有一个真正正正干净 haciendo 他的例子跟着環境水平,面 stirring酒精 用金手底料,进行走车,在北� 这里已经有很多方面辉取出之传Net 但最近发现,消耗庚田送借捐位总值 的 还有很大污染 起码他们认为没有 但现在是利用现在我们知道的知识是没有 但如果我们继续去找没有 即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给我们现在的知识去限制我们 例如可不可以用水用冷融合co-fusion去继续能源呢 现在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做得到 但未必代表我们在五年十年之后做不到 你说得出有人在做 什么是co-fusion 其实我都见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我以前都说过 是的 还有我们以前在人民台说过危机问题 是能源问题 其实我们现今社会在用的交流电 是有个在18世纪发明的 叫nickel test 这个简直是我们当时形容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UFO 就是它是很突破性的想法 当时他发明 当时爱迪生发明直流电 他认为这个系统是不好的 即是没有效率的 他发明了交流电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电力系统 但他当时发明了之后 他觉得 他当时已经说 会带来很大的污染 他已经说了 有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无线的传电技术 即是类似收音机原理 即是你只需要接收电器 就可以产生电力 当时已经在做的 即是这个人 叫nickel testa 如果你想 比如你是工程那些 是约略提下 这个人是很伟大的 泛民家 这个在行内这方面的人 已经知道了 大把这些这样的组织 书籍 企图 将它当时的 淡化了 是的 即是我觉得 其实 这种这样的能源 由水里面可以行车 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很多 或者电力的能源 电力不要说 电力也要拿东西去发电 但它用无线电来产生震荡 来产生电力 它已经测试过是可以的 原来当时 我曾经在discovery channel 是讲过电力之战 有一小段大概十秒左右 就是回答好 很近距离 做到的 但是当时 全部剪掉他的计划 然后无情情被车撞死 有一本书 在中央图书馆 我大哥 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 他借 唯一一本讲这个人 他里面有很多机密档案 即FBI 原来当时是暗杀他 其实这些资料 Nicolle Tesla 香港中央图书馆也有一本 我们上网看 看到你 看你一言都看不到 是的 我都有很多本 我都没时间看完 这方面的资料其实很多 其实我们是否真的 已经有些很便宜很干净的轮延 是的 很多人说已经是根本有的了 只不过 就未是时候放出来 就好像以前的IBM 电脑科技 一向都可以很便宜 不过当然不需要放就不要放住 那这个不重要 如果是这样也好 有些希望 是的 但是如果说 泰国浸了 接着就是曼加拉浸 泰国浸一浸 大城市 不能去玩 没有食物 没有海鲜吃 纽约浸一浸 你说阿姆斯达丹浸 也很惊奇 香港浸一浸 哇 就是问题是这样 已经看到了 在初步 已经很多人 就想尽办法 是 就是认为这件事是 不对的 是不会发生的 其实呢 在我们的医疗治疗里面 我已经看到很多的例子 无数人经常听说 维他命A 不要吃 维他命A 会伤你身体 虽然全世界 每个人吃起维他命A 无数人吃起药物 你看看 在医疗的情况 你已经看到 很多这些错误的信息 企图是中和淡化 淡化 我们用这些经验 可以看到 为何这些信息会出现呢 背后那种经济的力量 是否很容易可以解释得到 好了 有九个错误的结论 我们这次第一次看 就是座哥尔的 座哥尔的 这个法庭 我记得 我记得 警录片是在法庭 这个本身已经可以 华尔的怀疑到底是什么动机 哪里有拿钱出来 你不看就罢了 有没有这么大的事 是吧 某一 扁宗子南极和格陵兰的冰沙溶化 快将令水位上升六个米 六三十八 香港都没有了 十八尺 其实不用很多 因为升到差不多 香港很多是地底的东西 那些水泵是不可行的 那些市区就走不走 是啊 其实不用很多 已经不行了 好了 法官是施去危言耸听 水位升六米 是虽至少一千年 贸易了 太平洋部分 那个环礁下那些 因为全球暖化 而被水染 法庭说没有证据 指这个情况已经出现 第三 全球暖化令北大西洋的弯流停顿 专家指弯流只会减慢 不会停顿 第四 片中有六十五万年离地球二氧化碳的增加和气温上升是周期的相吻合 科学家认为两者只有关联不算是吻合 即不是cos effect 即是associated 科学家很喜欢玩这些字眼的游戏 第五 非洲最高的Kilomantjoha mountain 再没有雪 明显是全球暖化造成 但是科学家认为没有定论 这些人很奇怪 已经没了雪 真奇怪 这个冰融化 不是因为全球暖化 不是因为全球暖化 灾难性的影响的主要例子 科学家相信湖水干是人口增加和各度放牧造成 即是用光了 即是水塘用光了 你不能说全球暖化造成 水塘用光了 你用光了水 好了 冒刹2005年的Katrina 在新奥尔兰的问题 他们都说全球暖化造成 他说法官是证据不足 孟伯片中引述的新研究发现 北极雄因为游水要远 因为没有冰 游游很远水就浸死 他说 这个北极雄应该是暴风雨中的淹死 这个很有趣 是不是有暴风雨很容易知道 他说应该 他没有说是 你说是暴风雨 应该是暴风雨 有没有你就知道 我也很喜欢看北极雄的图片 即是wildlife photographer 那些 通常在冰里走 那为什么会在水里浸死 我不太明白 他的意思是 不够冰 冰都溶了 要游很久都找不到冰 是的 即是戈尔那套电影 但现在的点是暴风雨浸死 他说应该是 那有暴风雨浸死 那有没有暴风雨呢 这个很容易知道 是不是有暴风雨呢 当时 在北极的暴风雨 会令到他游水 这个我又不太了解 我真的不太了解 北极暴风雪 暴风雨会令到他浸死 有时都会的 那在熔的人 有些暴风雨都不足 就像tsunami 很多动物都懂得比 是人不懂得比 孟九 说全球暖化 和其他原因 令世界各地的珊瑚 是白化 那他说 聯合国 很难分辨 珊瑚所受的压力 究竟是来自暖化 还是污染等其他因素 我想这个点 那些科学家 都没有什么 国家地理的探险 我看国家地理的探险 这些白化是因为海水温度上升的 你可以看到 这种反应 以我们作为一个自然医疗的经验里面 唉 逢生世界上 有些东西会影响 有些既得利益的利益 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所以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经济 而且那些点是否那么重要 他仍然这么说 这件地球暖化不是那么危险 有很久 不会出现的 起码我们那一代 在我们的儿子那一代都不会出现 最终的信息是 另外反方最终的信息是 不需要理会 继续生活 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 debate 这么多年来都有 十几年前 我在绿色力量 遇到一个科学家 他都认为没有这件事 我自己经常这么想 我小时候 在小学读书的时候 一到冬天 我们考试的时候 手冷到死 一今时今日 自己人热到死 你都不会冷到死 不是 我们camping 都越来越退后 退到下一年 通常我们年底就来 没有冬 我做几年前 冬到冬痛 现在从来都没有 几度啊 五六度 香港人自己想想想想看 看见这些报道 这些反反回响 到底背后是代表什么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题目 还没入题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後再讲讲 问题就是 你认为 人类如果面对这些危机 我们会不会及时醒觉呢 哎呀 你轮转天气 風濕骨痛好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好了,回到正題,或者主要的題目 戈爾諾當諾貝爾獎 我相信基本上,地球暖化的危機 如果我們不及時去處理,可能是完結的 我們人類的文化就這麼多了 我想問大家,如果我們真的面對這個危機 已經是證實,真的這樣會發生 你猜我們人類會不會及時醒覺 做一些事來避免得到它呢? 我就是這樣看 科學家總是一人一套 是呀,是呀 如果你的跡象再明顯,你就不能不認同 香港再升幾呎,我早前去赤柱游泳 水漲的沙子只剩下幾呎 即是近了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近了 但總之水漲的時候,沙子到岸邊 只剩下二三十呎,很近的 如果漲一漲就沒有,夏天一水漲就不用游泳 其實是會出現的 即是在停車場跳樓也行 即是會這樣,很明顯 但如果再出現現狀況 我想就算科學家想抗拒 或大資本家想抗拒 你撿了城市,你還做什麼生意呢? 即是到時自然會合理的 如果到那個時刻出現 那你說有沒有解決呢? 人類會不會立即救回自己呢? 我就很樂觀的 即是很簡單,我見有些吃煙吃了一輩子的人 不會解決,怎麼解決呢?死了他吧 一生癌症,就立即解決 乾乾淨淨淨,整家人不准吃煙了 兒子全部罵了,不准吃煙了 問題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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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出現的時候,全球馬上什麼都不用 個個,自己做衣服,請敷衍 問題是 那就立即救得回 不是救得回 就是這裏問題 當你這樣去醒覺 譬如你癌症來說 是5.8% survive 即是5年裏面 真正的肺癌的人 大概是6.8% 5年之內還在 即是說 如果真的要到這樣才醒覺 即是剛才講的例子 即是說已經救不了 即是 我自己都樂觀的 譬如 就以這本雜誌來說 他有一個點 其實 德國和日本已經在做 即是他們國民 即是 永遠都是 歐洲那邊的德國人 永遠是醒覺快點 走先 在亞洲區也是日本人 即是自己親身去過都知道 他們是環保的 即是 即是他們是自給自足的 即是 那些屋子 連那些水資源都是 在富士山底下的矮屋 他們都是這樣的 那裏系統已經有了 即是他們都在做 所以 即是 還有這裏有一個研究 即是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有一班研究人員 即是說 好了 這個問題出現 怎樣補救 那他就從 即是怎樣降低 二氧化碳 那個排量去做 那他就 第一項 即是 大家都做到的 其實 譬如那些汽車 即是 用的燃料 改良 混合 這樣 他這裏有些打錯的 我覺得 他應該這樣說 每一公升 走 由 現在12公里 走到25公里 即是 Efficient 有效率 小的 機器 還有 將那些 煤 還有石油 那些 炭粒 回收 回收系統 回收 回收 改天然氣發電 還有 再生能源 儲存器 譬如 那些 月醇 還有生物燃料 他就 用這幾個 項目 其實這些是小動作 是啊 是小動作 很簡單 人口 一多一點 你這些 節省20% 40% 30% 很快就沒有用 還有 他也提到 中國的經濟崛起 還有印度 你很難說 說服到我們這些國家 說服到中國和印度 不去增長 要用一些 停止它的經濟發展 減慢 但是又有個數據 他說 如果我們 能源轉換 不再依賴石化燃料 其實經濟損失 是很低的 只有0.5% 轉換去乾淨的能源 那麼少 是啊 很少 那就是可行 是可行的 其實是很少 經濟損失 是很低的 中國一向都有水力發電 三峽都是 多樣的 是啊 不再依賴石化能源 因為太普及 但是 你轉換 相對比較昂貴 就是那個成本 其實不是那麼高 好了 其實我們 慢慢收窄它看 其實問題 那個氧化碳 主要的來源 和我們石油的燃燒 以及我們吃肉的習慣 這個在Dive for New America 那個新世紀飲食 那數據很清晰 即我們吃肉的習慣 差不多是 等於我們去銀行 是存它100元 拿回10元 90元 全部是浪費了 還有我們的水源 還有一個 不要說能源方面 水源 其實我們已經不夠水喝 不夠的 好了 李永康 你認為人類會否及時醒覺 其實人類一早就醒覺了 這個問題 根本是迫在未知 但是你想想 每一個人 每一早起床 一睜大眼 他有很多不同的 他要做to do list 他有很多不同的排列 但往往我們人類 把排列的東西 排錯了 應該要做的事 排到最後 不應該要做的事 就先排到最後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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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科技 根本不需要吃肉 不是科技 人身體不需要太多 人身體 就算我們自己好吃肉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 因為吃肉主要吸收蛋白質 而且那些美感和脂肪 美感根本是假的 可以用很多方法令到那塊肉 你喜歡什麼味道也有 什麼顏色也有 做關你健康 整個公司在做的 我所說其實現在有這樣的科技 例如用白蟻 白蟻的蛋白是對人類最好的 我們今天可以吃白蟻 令到我們人類的蛋白質 吃白蟻的時候是健康的 不會有那麼多膽固醇 有那麼多血脂膏 我知道 昆蟲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有種癌症的方法 都是由蟻裡面提出的成分 白蟻是很乾淨的 養它也不是很難 我們也有那種東西在 但是為什麼我們 既然知道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我們 沒有一間公司 或者投資公司 去做這件事出來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 很遇生俱來的 吃蟲很噁心 中國人也會 吃水蟑螂 我給你一個例子 不要吃白蟻 吃蜂蛹 就是蜂蛹 吃蜂蛹 我試過 吃蜂蛹 吃蜂蛹 蜂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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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蜂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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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植蜜 沒有蜂蛹 沒有蜂蛹 我試過一次 真的親身經驗 人對於新的事 很難接受 譬如 我給別人一些蜂蛹 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很有學識的人 有年輕人 有些沒有學識的人 有些不同不同的人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減肆 因為他覺得蜂蛹 是很噁心 但其實如果你試過 今天沒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親身試過 其實我挺喜歡吃蜂蛹 李兄 其實我想回應你 其實我們只需要 譬如好像那本書 剛才Dokfa提到的 《新世紀飲食》 其實人類的問題 是源於無知 我們只需要指塵 譬如有些人 譬如好像《新世紀飲食》的作者 全球第三大冰淇淋公司的繼承人 他不去做 他不去做 他就走去做這些 他就是一個 選擇 選擇 還有他只是一個做法 將這些資料 公開 你自己去抉擇 認識 吃不吃肉 你自己決定 還有生產肉類的殘忍程度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決定 我想 其實都差不多可以做一個總結 我自己有個看法 譬如《新世紀飲食》到最後 作者有個說法 他說 他說 大地 地球好像一個網 人類不能獨善其身 亦都不高於其他物種 你對那些物種做過什麼 最終都會做回到我們身上 耶穌也有說 你在最小的弟兄那裏 你做了什麼 其實也做回到我們身上 大賴喇嘛 也有說 這些 那 你就是每個人自己去抉擇 也都是我們Better Hong Kong 一向提倡的事情 不需要等什麼領袖 去領導 資訊 所有的數據 只塵塞在這裏 每個人自己去決定 地球的生和死 有沒有前景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我們之前 我們介紹了一本書 《魔鬼的經濟》 他說很清楚 人類很多問題的來源 都是因為 Information Asymmetry 即資訊不均勻 變得我們很多時候 沒有足夠的資料 數據 或者去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好了 你認為呢 還沒說完 你認為人類有沒有 能夠及時醒覺 人類是醒覺了 不過 他們是不去做 去補救這件事 我認為即時醒覺 要做些事情 有人醒覺了 但是他不去做 例如 醒覺了 吃煙無益 但是他可以 他身體沒有事 他就繼續吃煙 直到身體有事 所以才會繼續吃煙 我認同李興 你所說 譬如 吃煙的危害 由五六十年代開始 被人拒絕 然後去到刑堂 過程 去到 起碼 我們這一代 已經很多人 看到煙走開 我們有過程 但是也是很好的 另外一個問題 人類會不會救到自己 救贖到自己 醒覺都沒有用 救不到 救贖到 我覺得應該救不到 因為 現在來說 不僅止 我們一直都想著 中國和 印度的發展經濟 請你不要忘記 其實 非洲 南美 南美洲的經濟 都一樣 是這麼放寬的 所以他們消耗的能源 會加速很多倍 不只是 人和普通國 如果我們剛才這樣 粗略這樣 由三百八十到四百五十 其實很快 很快 請你不要忘記 這個世界是 行福式制度 我就想回應一下李興 你剛才所說的 我都認同 但我相反 我覺得 我都是樂觀的 正如我們 以往 李永樂是救不到 他不是樂觀 我知道 但剛才你說的 複式 經濟 其他資料 我是認同的 但我是樂觀 我認為 人類 都是有出路 會到過這個難關 為什麼 正如我們 我們過往也有談過這個 topic 就是 我的看法 就一定會有一個 某程度上 有一個醒覺 就是一個大醒覺 那個醒覺 可能是來自一個災難 但不是 但不是 淹沒了我們 不會全部毀滅 不會全部毀滅 每一個災難 其實 這本雜誌都有說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做事 那個醒覺 就是 我們都講過 當人數去到某一個臨界點 就會 所有的 我們的想法 都會改變 我是覺得 人類不會去到絕路 大家都想 其實每一個人 那地理雜誌 他現在認為人會及時改道 希望的 他是希望 他認為會不會 他 我剛才認為重新那一次 他那個總結 OK 想不想再總結再多一次 你看到之下 他認為是怎樣 他認為是我們會及時做得到 還是我們及時做不到 他說 唯有我們斷源且迅速對採取行動 而且表現出身為一個社會 或物種所罕見的成熟 到時才有成功的機會 他不是一個問號 這時我們展現成熟的時刻 而且沒有什麼確定實在保證 只有一線機會之槍 他還說越來越窄 我們看人類過去的經驗 災難 我們可以看到 很清晰 人類是不會死光的 第一次死光是大症 第二次死光是大症 月症 1918年的流感 死了二、三千萬 當然 人類永遠有死症種 這是擔心的 所以你說 樂不樂觀 我說人當然不會死光 這是肯定的 因為歷史上從未試過 那會不會是我們那一代 2012年 2012年 是轉捋點 原蛋 不知道是不是 總之是轉捋點 你可以看到 當特債大災難出現 當然會死了一大部分人 剛才王議員都已經看到了 要我們醒覺 我相信 非有這些大災難出現 不可 我們不可能 今時今日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經濟的成長大於一切 我們個人初常所謂經濟的 富庶的甜頭 你要他停留 是不可能的事 OK 現在我們這樣想 即使他那套情境 真的出現了時候 始終都不會死光 可能死了幾億人 十幾億 不重要 總之五十億都不會死光 到時我們是否有足夠資源 我以前經常都說 其實根本已經很大機會 已經有人可以用水裡邊的行車 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發到一個乾淨的能源 已經存在 但這個來源會不會出現呢 我相信都不會 除了有些這樣的大災難出現 OK 那怎樣呢 我們 即是 開心點 樂觀點 即是出現的時候 人們沒試過 我們都好像訂了一些 survival kit 是呀 我訂完了 有沒有預約我 還沒買那兩粒 一搞不定 那你預約給我 有些人這樣說 地球暖去五到十度 就當是住在那個 搬去熱帶雨淋住 大不了 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人想也是 他說傳活不是說 那個環境 是說你會不會應 就是這樣 是 即是很明顯 以我們所看到的 一向我們 出現在人類過去 以及今時今日 在醫療上 已經有足夠資料 已經知道 人們死在西醫手上 是第一大死亡原因 有沒有人做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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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即是人有能力 去面對這個資料之下 當然 我經常說 有很多其他利益 是經常在抵賴這些資料 你看看 淡化它 淡化它 即是你說 我們會員 總之我們很大機會 我們明天還在這裏 下個星期還在這裏 就是醒覺 早點能夠做些事 盡量做 因為你做些事 為地球做些事 為香港做些事 都不會影響你 享受你的時間 就算你不為其他人做 最少你要為自己做 即是自私一點 都行 即是例如 你剛才說的醫療 OK 其他人不相信不要緊 你永遠都要給自己一個選擇 是 OK 好 時間過了很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 多謝